当前袈裟冲突持续升级 造成大规模的无辜平民伤亡 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负面外溢效应加速扩散 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本轮8亿冲突爆发以来 中方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 为实现停火止暴 恢复和平 奔走疾呼 为保护平民安危 尽己所能 正如王毅外长在埃及强调 停火止战是当前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确保人道救援是刻不容缓的道义责任 加沙未来安排 必须充分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 落实两国方案 是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公正解决的必由之路 中方将继续秉持公正立场 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 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早日得到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 不懈努力 中方呼吁尽快召开广泛参与的国际和平会议 体现国际权威 推动制定具有约束力的路线图 落实两国方案 并在此基础上推动重启巴以和谈 实现巴以两国的和平共处 从而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全面公正和持久解决 为地区人民带来安全与和平 关于会议召开的时机地点以及在哪里主办 我想这需要由各方来协商确定 中方也欢迎联合国为此发挥积极作用